带拿人尖体的扮演者贺野刚事 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昔日光的化身 如今在国内傲迷心中 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缺德事 1997年 贺野刚事被带拿剧组选中 出演了带拿人尖体飞鸟性这个重要角色 不过后来有传言 当时贺野刚事能拿到飞鸟这个角色 完全就是通过关系走了后门 因为一开始远古在选拔男主时 有一项体能测试 但当时体虚的贺野刚事是不合格的 所以他完全就是靠关系进的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当时贺野刚事还是靠着超高的颜值 以及符合角色的演技 征服了很多爱带拿和爱飞鸟的观众 当然这跟贺野刚事的演技没多大关系 主要是因为飞鸟这个角色的个性被设定的很好 坚持到底永不屈服 是我们都爱飞鸟的原因 可贺野刚事并不这么想 在演完带拿以后 他就开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到处标榜我就是飞鸟 飞鸟就是我 在随后的多年里 贺野刚事到哪都把自己和飞鸟捆绑在一起 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飞鸟确实是他演过最棒的角色 而他的这一操作 也让所有喜欢飞鸟的人越来越喜欢他 也正因如此 才导致贺野刚事在第一次作妖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替他诡辩 2015年 前段时间刚被送走的安保 提出了一项日本安保法案 该法案主张提倡以武力来捍卫权益 具体的细则这里就不说了 总之 这个法案的目的说白了就是 只要我感觉我受到了威胁 我就要用武力干你 所以这项法案 也遭到了不少民众的反对 但是有一个人 却持支持态度 这人就是贺野刚事 而贺野刚事公开支持的这一做法 也让很多人非常惊讶 因为这就表示这狗是幼义分子 这个词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贺野刚事自己却极力否认 并表示他就是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普通大叔吧 然而对于贺野刚事这一出格的言论 很多喜欢他的粉丝 也都选择了原谅 毕竟在很多人眼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2017年 贺野刚事居然又做了一件极其恶心的事 就是这狗仔种竟然公然去参拜了厕所 而这个消息已经爆出 瞬间让国内的粉丝愤怒无比 因为从推文上来看 那天正是日本战败投降的72周年 而贺野刚事竟然坦言 他特么的还是特意从福岛连夜赶去参拜厕所 而他此此去参拜的目的 就是为了悼念他们之前在战场上下了地狱的仙人 在这段历史中 他们的仙人都对我们做了哪些桑尽天良的事 相信但凡是上过历史课的应该都知道 可这位 竟然敢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去参拜 更可恨的是 还敢公然发文贴出来 这完全就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然而可悲的是 由于这段文章最后有一句话是 双手核实希望世界和平 所以还是有不少喜欢飞鸟 喜欢带拿的粉丝替贺野刚事喜爱 这其中还有我们国内的粉丝 说什么可能他不了解这段历史 他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缅怀先烈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屁话 一个四十几岁的大叔了 这么重要的历史他能不知道 他们祖先做了什么缺德带冒烟的事 他特么的能不知道 如果真的不知道 又怎么会选择在这么重要又敏感的一天 还专程大老远的跑去恶心人呢 不过由于有太多人因为戴拿而喜欢他 加上贺野也没有再对此事做明确回应 所以这是当时也没有掀起什么大忙 对这狗崽子也没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以至于在后来欧布原生之初中 这人还能堂而皇之地出演戴拿 甚至在2019年上映的罗布剧场版中 他还能继续献唱主题曲 不过到了2020年8月份 贺野刚事又做了一件作死的事 而这件事也彻底挑战了我们的底线 那就是发布了这样一条推文 这条文章也彻底将这个人的恶心嘴脸暴露无遗 至于这个到底是什么 小奈这里就不能细说了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就是赤裸裸的房 而这件事被曝光以后 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没有人再为他洗白 也根本就洗不白 而这件事也彻底激怒了我们国内所有粉丝 强烈要求这人滚出奥特曼所有作品 然而面对指责 贺野刚事不仅没有收敛 还到处点赞一些独独的言论 甚至还点赞和废水可以安全排放的言论 并表示排放的和废水 是可以喝的这种脑残观点 这也再次引起所有人的愤慨 而远古也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很快将国内泽塔英雄传中 贺野刚事的镜头全部删减 并且在2020年后 几乎在国内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不过贺野刚事始终不死心 依旧在各个平台平凡硬蹭带拿 继续把自己当作飞鸟 据基贾喵小姐姐透露 后来远古制作人明确问过他 如果贺野再在奥特曼中出现 我们会怎样 基贾喵小姐姐也明确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基贾喵小姐姐 是在日本坚持了三年 靠自己的努力才进入远古公司的留学生 所以从他的说法来看 远古也意识到了贺野刚事的所作所为 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贺野刚事被大家讨厌 甚至打马的原因 当然他还有很多做法更让人不止 有些这里就不能再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贺野刚事被爆出感染新冠 他也是奥特曼中首命 不过可惜的是 新冠并没能战胜他 如今这人依旧逍遥自在 更无语的是 上周德凯舞台剧 这人还被邀请回归出演飞鸟 不过这也能理解 毕竟是在他们自己家里 总之 戴拿没有问题 飞鸟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个无知愚蠢的演员 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 也希望大家能分清是非 不管他有多红有多帅 只要触碰我们的底线 他就不再是明星 而是一个恶魔 最后的最后再次强调 戴拿是好作品 飞鸟更是一位优秀的人间体 感谢观看